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再次重现了两千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而遭遇过的大瘟疫的犀利 生命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这历史的事实和新闻的展现 点击下面的链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你只要订阅石头声音 那石头每天所制作的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和无人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头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对石头的支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剧教 在习近平 在这个川普从礼拜一 今天星期日了 明天又礼拜一了 从礼拜一的记者会上 他几乎每天都开记者会 包括今天 永远都会 因为现在出状况 那永远都会被记者问到习近平 这三个字 所以他也必须回答相关的内容 今天的纽约市长在记者会上 大骂了他20分钟 说他不做回忆 那现在的 就现在的状况来讲 美国似乎有些 因为他不是看齐意识 他不是党中央的概念 对吧 那他所谓的三级政府 是州跟联邦 是各司其职 就是各自跟上下 不是上下级关系 大家是有着不同的这种 地域的分配 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所以大家分工不同 不是上下级关系 那这一段呢 我刚才我原来找得过 我刚才没有找到 这是今天在记者会上 他在回答相关问题时的一段讲话 我刚才会说 我刚才会有关系 I don't want to exactly say that, but I have spoken to President Xi about this, specifically about this and look, he doesn't want this you know,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he wants and it happened, it happened to China and one thing they told me, I was told by our great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Sonny Perdue that China's been buying a lot of our farm product and I'm looking at different pricing but China has despite all of this and it started just delayed it a little bit, obviously 所以這就是他最麻煩的地方 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 分不清楚何為重何為輕 像是一枚梓河 我们都有一些国家有些细腻的他们, and they should have told us about this, I did ask them whether or not we could send some people, and they didn't want that, out of pride, out of pride 他们不想要人家人 中国是一个国家的国家 他们有科学者 他们有科学者 他们有很多人 但我认为他们的事情 他们不应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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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不应该回答 他们不应该回答 但我们有一个早期的提示 听过川普这段话 我相信很多朋友能明白 川普的问题的所在 其实就是一个生命认知者 到现在他也没有意识到 这是神的惩罚 尽管他上个星期日做过礼拜 但是他就像我朋友说的 觉得太政治性了 就是他去做礼拜 如果以一种自我的方式去表达 就是说我 我如何 精英的态度 这是最麻烦的 但是我们也并没有看到 即使不接受川普的人 他有多大认知 这是一种神的惩罚 而他的惩罚的原因 就是中共所代表的整个生命价值观 他在他的整个到今天 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生命的价值观的冲突 他不是不意识到 他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去这么讨论 他不愿意在这个基点上这么去看 那也就是在他伴随着他的这种态度坚持 那美国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种 今天就就非常的麻烦 很多东西都是看人是看这种概念 我坚持做个对比 你拿美国等同香港 人口的居住的密度 那种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香港为什么可以做到 到川普 川普嘴里能否喊出天灭中共 他喊不出来 对吧 他面对习近平的态度 他知道他不咋地 然后呢 他在利用他 利用习近平来获得他的利益 他站在利益上去看今天的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下面这是卢比奥 卢比奥呢 我不知道他过不过14天 他是最早的一个 有可能过了14天 他是最早一个禁闭自己的人 因为他接触了一个 怀疑是这个感染病的人 掩盖病毒感染这是事实 列举了七宗罪 放任病毒携带者传播到全球 惩罚说出真相的中国人 不允许国际研究团队介入 不揭露人际传播的真相 威胁要求停航的国家 用产业链要求整个世界 所以这是一个 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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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It doesn't absolve us of missteps that we've made or people in Europe have made or someone else has made, but I can tell you it was made much harder by the fact that not only did the Chinese not disclose it, they bullied a bunch of countries into not cutting off flights. And so these cases got into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because they didn't do what President Trump did here. Well, we also remember an article from Chinese state media that reminded the world that, hey, all of the prescription drug active ingredients are produced in China, so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decides to hold back and not export any of those active ingredients,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Beijing can do that. How do we trust a partner on the global stage when we hear things like that? We know tha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runs the state media in China. You have to have an industrial capacity, and we're learning it the hard way, and I hope tha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emerges from this is that we will never again think that we can rely on everybody else to provide us our industrial needs. Just,在我眼睛,这是中共它的生命品质的表现,所以它在全世界 在表现出它的生命品质,那这份生命品质他认为,在习近平来 来讲,他认为是定义一尊,这个大屁股崛起的一种真正实力的表现, 你们的命赚在我手里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让你们都死, 因为我不给你们原谅。 所以这就不是人了,这个不是人了。 这篇报道呢,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段视频, 就是今天的记者会。 。 持续恶化27000,这是讲,这是讲这个, 美国,现在我们刚才看到已经不一样了,对吧, 已经增长到3万多了。 那夏威夷已经要求所有入境的人14天, 他各州不太一样,各州可以自己确定命令了。 而川普持续将美国的疫情的失控归咎于中共国。 美国抗议行动的缓慢是中共国的错误。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么说, 他用了一个upside,upside实际就是不高兴愤怒的词。 那在我们看到中文的翻译中呢,是比较柔弱的。 而在我个人能理解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他对习近平暧昧,关系还是暧昧。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他不能够,他不能够,而且他还在谈到说去买农产品。 这个真是太麻烦。 所以会带来,川普会遭到很沉痛的教训。 那美国人会付出代价。 所以在美国人付出代价的过程中, 人们更加认清中共的邪恶。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 有人认得清楚。 记者会开炮,缺少透明动,导致美国採取行动太晚。 中方应该早通报,中共在搞神秘太不幸了。 这是他讲述的是21号的。 然后再次批评中方的说美军带毒之说, 控制了中国的写假新闻太侮辱了,侮辱了所有的人。 这是没错了。 那卢比奥也公开指责,元凶是中共国。 美国在解决当前问题后要追究中共国的责任。 所以这个后面这句话,这些内容, 我相信,我不知道这将会发生在什么时间。 应该讲习近平的表现, 就是现在习近平的做法跟表现, 在不久的未来的时间里面, 将招致全世界对他的打击。 全世界对他的打击,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中共灭亡的时候。 人不知道神安排的事情。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觉得能感触到这个时间很快, 很紧迫,不会拖很久。 因为西方国家在真正付出他的生命代价。 西方国家在真正品尝的, 在过去时间里, 跟中共利益在利益基点上同流合污时, 所带来的惨痛的代价。 所以就现在来讲, 看不出川普愿意能够正面对待这问题。 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国家, 真正正面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呢, 前面有了明确的例子, 就是作为中国人来讲, 香港, 台湾, 那作为民主社会来讲, 南韩, 日本, 其实都有所表达, 包括德国。 那如果作为西方社会表达最清楚的就是,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加拿大被迫表达。 所以这是都是, 它的核心概念中, 都是跟中共之间的关系, 权力者之间的关系, 在利益层面, 是不是受逼于中共的利益, 在利益的角度上, 从而放弃自己生命的价值观, 成为了西方社会生死的, 这个生死一条线。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